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国立层文家商餐饮管理科技综合高中餐饮学成应届毕业生61人,今天举办第77届毕业成果品尝会,学生展现精湛厨艺及提供亲切桌边服务,由家长和师长验收近三年学习成果,让与会者赞不绝口。 在餐饮科主任王顺黄,老师张如文,师叔云,林敏黛的指导下,学生从设计菜单,采购食材,烹调菜肴,甜点制作,饮料调制和外场布置,服务等都展现专业技巧。 学生邱佳琪,刘怡珍说,这场毕业品尝会整整筹备半年,感觉很累,但看到师长称赞好吃,觉得很有成就感。 学生刘洁于汉鸥淳于也说,透过筹办品尝会,将内场烹饪厨艺,外场服务的学习成果完美呈现,结果是甜蜜的。 品尝会有中式、西式主菜外,也有前菜、汤品、饮料、甜点等,近120位师长和来宾在轻柔音乐身中享受学生的服务和制作的佳肴,直说好吃。 品尝会中并安排即将参加全国技艺竞赛的学生潘香林和石家宇,表演水果切割和摆盘,获得热烈掌声。 层商校长陈一新说,品尝会主题不同反响,学生展示学到的专业技能真的不同反响,值得加许。 因参观科受到学生欢迎,明年层商参观科将从现在的一班再增加一班,每班38人。